当网红周明轩先前拍片 进入艺人到中国旅游的过程 甚至坦言很喜欢中国这个地方 引来许多网友骂声 更被算是祖国美人 而网红波特王昨天晚上在粉砖突然爆料 表示从7月半开始将陆续会有十组的台湾网红 前往中国旅游拍片 而招待的主办单位正是海青会 会以两岸青年文化月的名义来邀约 更祭出了面费的机家酒 波特王强调虽然是互惠 但影片可能也看不出来是海青会的邀约 因为他曾经看过去年合作的示范影片 内容完全不谈政治 也无需放连接的网站 波特王就直言了这篇文就当作预言 当然这局能被他说破最好 他更提醒大家确实有这件事情在进行 最后更强调中共的国务院 就是有波预算要砸钱来对台湾的文化统战 呼吁台湾的网友必须特别注意 哦 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